赶快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相数一下呢 在台中就有业者现在在甜甜圈里头包了冰淇淋 里面有彩色的外衣看起来非常的卡哇伊 在苗栗则是有业者用七种水果制造出 哇 看起来好像小山一样高的这个火山刹冰 真的是跟山一样高因为它高40公分 很多人看到都说哇 这分量也太大了吧 不过看起来吃起来也是相当过瘾 刚好小刹冰对得跟小山一样高 淋上草莓酱再把当季水果拼命往上贴 挤上奶油放上甜筒 双手端起来都快比人高了 哇 这冰山也太大了吧 六七个人瞪大眼睛围着这座直径30公分 高有40公分的大冰山决定从底部开挖 口感很绵密非常好吃 太好吃的 大的有点夸张耶让我吓了一跳 像是一座山又像圣诞树的冰 有个惊人的名字叫火山爆发 用的全是当季水果 至少有七种 管底还放了雷茶和巧克力酱 这是果山灰 冰山越跌越高 超大分量 可以让十个人一起分享 刚成型的台式鸭鸭饼才刚装进袋子里 民众马上围着上来 人手一只 咬上一口 套醒凉 就酸酸甜甜的还蛮好吃的 果汁加牛奶 再放进麦芽糖 造型圆滚滚的台式古早味鸭饼 天气热的时候 一天热卖上千只没问题 夏季迷人还有这一个 天天圈裹上了不同口味的果酱 再放上棉花糖或是水果软糖 仿佛换上新衣服 光看就填在心里 就很可爱啊 然后就很想马上就是吃一口这样 全台持续飙高温 野菜也让冰品业绩开粉盘 这是黄志明王一超李滋贤 苗栗台中报道